嗨,我是Yvonne Chen,Image of the Minute 创办人,国际形象品牌导师 那昨晚呢,我就在线上分享了一堂感染力影响 那到了有一个环节就是,怎么跟着你的性格,D,I,S,C 然后塑造你的线上的形象 我就有分享到,D的人应该怎么样,I的人S和C 那么我现在做这个视频就再补充给大家比较清楚一下 比如说,今天我这个打扮,你看,比较大的,比较长的耳环 感觉是什么呢?是比较适合I的,High Eye Influencing 如果你的性格是喜欢展现自己的话 那么这种风格,在线上你可以多带,让人记得你 有没有,你有看到我,时常就有比较大的那个手势 来吸引住别人的眼球 当然,除了这个I,我们也要讲,可能我不是这样 我不要太让人注意我这么的张扬 我是很老板型,很实在型的 那么你可以以这种Scarp的方式 比如说,在这里打一个类似空结的 打Scarp呢,很多的服饰都可以适合 比如说今天我穿着T恤,其实也是可以适合打 只要找到适合你的颜色 然后这个Scarp不是很大件的,这是小型的 那打起来,你看,感觉如何 那你觉得你是这个老板型的 你会High D的人也是会比较喜欢 就是金色的,金色的耳环,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金色的,那个比较亮的感觉的 所以会让你比较珠光宝气,有贵气 所以呢,我也可以建议就是,你是老板级的 你可以放一个耳环,然后打一个Scarp 我这里,你看,这里比较长,这里比较短 所以我就把这个Scarp放来这里 OK,所以这个适合, maybe比较适合就是 High D老板型的,有点珠光宝气 那么也可以带钻石啊,带比较可以看得到的手势 尤其是在线上太小,没有人会注意到 无论你是D,I,S,或者是C的人 所以这个是比较适合比较classic style 那Elegant和classic style 那我可能有一些朋友呢,是比较S的 他做事的性格呢,是比较低调 然后比较有系统,然后他比较systematic的那种 不会说,会拿主意 他有一点,有一点怀疑人生 就是对自己没有这么自信的 所以通常上线跟我学习 或者是来参与课程的就是因为比较缺乏自信 所以这方面的人非常多 他们测试出来,通常他们都会有 Light Spotty style啦,Romantic style 比较适合的 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有花 有一朵花,然后你的耳环也不可以 不用太大 这种,有没有看到? 这个水晶型的 然后你可以再配一朵花 如果你这里有东西了 我不建议这里带太大的耳环 因为重点只能够有一个 所以呢,Corsuch呢 都是给一些比较浪漫型的朋友 就可以用这个Corsuch 那除了这个S型的人呢 适合这种浪漫 那么还有第四个就是C C型的人非常小心翼翼 或比三家 如果你是accountant呢 很会算账的 financial consultant之类 可能很high C 很小心 那你可能就是喜欢比较经典的 竹 OK,竹链 即使竹链也可以在家传 就是当着一个signature 当然我讲的 all night present是你要上线的时候 或者是你要拍video的时候 那你觉得这个太单调 你可以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 或者是有一点特色的眼睛 比如说这个 你可以塑造一个你自己独有的形象 比较就是特殊的眼睛啦 现在也是流行这个八角的 OK,有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C的人可以去尝试的 所以每一个造型 刚才我demonstrate的 就是可以适合不同的性格 那也许很多人说 我都不知道 是,我是DISC 是,我们在课堂上就会有测试 然后再看你可以以哪一个风格 然后哪一个accessory 就是服饰品去突出自己 那可以就在线上 创造出你属于你自己的风格 每一个就是成功的人士 都有自己的风格 包括Steve Jobs 然后在网上的一些网红 甚至最姓Gary Yap 是这个主持人 也创造出Madame Key Madame Key就穿了一大串的 那个就是项链啊 这个就是还有卷卷的头发 就是它的特色 好,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你PM我们 然后也欢迎PM我们 关于我们这个三天的online present 除了教你这些线上的形象 也有Facebook marketing 非常的complete 可以让你在这个时间呢 拖银而住 好,我们下一次见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Please like and share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家 Stay home, stay safe 拜拜